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五个小时之前 有个朋友在Facebook上留了个言 我已经答应他 我说在节目当中一定分享你的问题和说法 他说是国内的朋友了 他说他遇到了一个很小的孩子 15岁 然后听到这个朋友是做电脑的 他说电脑好玩 非常好玩 15岁肯定他接触电脑可能有限 说如果在电脑上学会了 什么东西都可以在电脑上找到 这15岁孩子说 然后他说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 不要翻墙去看那些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视频和文章 警察会抓你的 但是你一定可以找到某些办法去看到那些内容 你要小心 然后他的朋友 但不是原话了 朋友就说 涛哥你看看 连15岁的孩子都能知道这故事 你说这天国是个什么东西 天国不是个东西 对不对 这个共产党的天国不是个东西 那是这么回事 但是如果15岁的孩子都能够讲出这么成熟的话 15岁的孩子本来是天真的 本来是刚刚开始进入社会 人的情感刚刚萌发出来 有他自己非常自然的一部分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当中 如果15岁的孩子说出了这样的话 让别人会吃惊的 扭曲的社会环境 扼杀人性之后的一种自然的流露 这就是非常悲哀的概念 那有些朋友可能说 石涛在最近的新闻的评述当中经常有些偏向现在的主政的人 我说呢 没什么偏向 我自己跟大家讲过 今天是所有的人 是顺天意而为之 还是逆天意而为之 这天意就是人的良知 你是助纣为虐 愿意保着中共 你还是拒绝邪恶 人人如此 包括今天主政的人 对吧 包括今天主政的人 而今天主政出现反腐 被反掉的腐败的概念 这些人 都是过去10年 15年上来的人 扼杀人性的人 站在六四的学生的写的 先写的基础上上来的人 这就是报应 爱听不爱听 随您辩 就这么回事 对吧 谁难受 谁知道 我说过那话 光看贼吃肉 没看贼挨打 今天是 谁是贼 谁信谁 谁也不信谁 谁都在骗谁 那如果一个制度之下 把人社会的环境都给破坏到这份上 谁还敢去保这个制度 他就是助纣为虐了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的概念都已经被摧毁了之后 老婆骗老公 老公骗老婆 女儿骗老爹 爷爷嫖娼去 进来的是孙女 你说是人吗 对吧 畜生都不如 但这些事情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 所以这个社会本身已经必须要出现一种彻底的变革 这种彻底的变革在我的概念来说 就是重塑做人的尊严与人性的概念 重塑做人的尊严的标准 因为连标准都丧失了 那提到这个呢 最新的一条消息 路透社报的 是不是周永康要出事呢 咱不知道 但是围绕周永康呢 路透社连续报了几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强调的重点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路透社说 周永康曾经下令窃听李克强和文家宝 周永康具信策划了窃听中共高层 一名接近现任高层的消息来源和另外一位听到案件简报的人说 在周永康的授意之下 北京国安局局长梁克命令他最信任的人 在十八大前夕窃听了总理李克强和他的前任温家宝 他们的家人以及助手的电话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相信 包括其他的 这里 如果李克强跟温家宝被窃听的话 我个人认为习近平 王岐山恐怕也在其中 窃听的原因意在寻找任何腐败的证据 不清楚当局是如何发现了窃听 那梁克今年被抓捕 他受到了腐败的调查 而十八大前夕 周永康支持薄熙来加入政治局常委 那他希望使得薄熙来成为习近平的政治对手 如果窃听了李克强和温家宝 我相信习近平 王岐山 其他的江家人马的政治敌手 都将被窃听 为什么 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的位置 那个时候江泽民主控就是卡位 在政治局常委的人马当中卡住位置 然后强调集体领导 就这么点事 对吧 当时的温家宝跟胡锦涛就被这么掐了脖 2002年 那十八大之前做这样的事情 在对应十八大江泽民获胜 人马的结果的选举的获胜 就应对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在十八大召开之前 2012年11月初 纽约时报登出了温家宝家族的贪腐事件 就应对了这个消息 我们当时就跟大家分析过 那是有来头的 对吧 当时我们曾经讲过温家宝自己应对了 那应对从某种程度上是不应该的 从政治敌手上是不应该的 他应对了 造成了整个 你现在看不见王阳了 整个原来的改革派的遭遇的滑铁路 对吧 遭遇了滑铁路 这是确定无疑的 所以当时的20022012年的整个的混战的状况 你让我说是当时胡锦涛软弹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我的形容就是胡锦涛端了一盆石 金盆 转给了习近平 那习近平明镜时 跟王岐山 镖着绑子 要把这盆石还给江泽民 从脑顶上往下扣 看一看两三天前 对吧 江泽民见了普京 是他迫不得已的事 但是他一定死在这扇上 你记住 他一定死在这件事情上 往后看 因为他这样高调的要见普京 那变成学习粉丝团 迫不得已主动披露照片 而不让江泽民曾庆红控制的媒体 肆意在这件事情上乱描写 这就说明 作为江泽民见普京 逼得习近平有难处 福建省的省长苏树林 被中纪委找去谈话 凶多吉少 文章讲中纪委把福建省长 苏树林找去谈话 省府一把手 不在办公室多日 引起大家议论 内部消息说 习近平和王岐山 对苏树林大搞形式主义 对贾庆林时代 贺国强时代 以及卢展公 何立峰等在位时 大肆侵吞农民土地 不仅不给农民补偿 还大肆打击迫害上访告状的农民 全省因上访被判刑的农民 多达上千人 被迫害致死的数十人 那这里就提到这样的内容了 我的第一感受 找福建省长是假 目标冲向贾庆林是真 走着瞧吧 最新的消息 香港又有人跳楼了 中国航天子公司董事兼副总 香港跳楼自杀 5月22号下午 中国航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子公司航天控股工业有限公司的 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 李国雷 从位于香港关塘的办公大楼 跳楼自杀 那他讲现年49岁的李国雷 被同事们发现 突然攀出办公室的窗口跳楼 直坠地面 压毁了一辆客户车 一辆电单车 当场死亡 其中一只手臂飞托而出 国企的香港的分公司的副总 主管业务的 具有实权的副总跳楼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不知道 但是可以看出来 中纪委针对 香港澳地区的国企的公司 直接下手的结果 那跳楼呢 人都死了 咱就不能说什么 但是有一句话呢 正常的信仰当中 反对任何的杀戮 包括自杀 为什么反对 他认为人的灵魂是活的 当人的肉身死去之后 他的灵魂会从肉身当中解脱出来 但是人自杀 但是人自杀的话呢 这天地间你看了这块肉 是父母给的 可是你的灵魂 可是从天上来的 你这段故事没写完 结果你就给杀了 自己就死了 而如果你的灵魂 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 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 这个魂进入哪个身体 脱身到哪个家 谁决定的 神仙决定 那你自己死了 你跟决定你上哪家的那个神仙 作对 这是反对杀戮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之一 我个人的理解 与神作对 所以生命是珍贵的 生命的珍贵超越了于我们自己的想象 任何杀戮都是罪恶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